月薪七萬適合買多少萬的房子 月薪七萬 買多少萬的房子 應該看你爸爸媽媽有沒有幫你那個啊 不是看你月薪多少啊 看爸爸媽媽有沒有留遺產給你啊 月薪七萬應該買不起房子啊 現在來說 七萬你看買靈骨塔吧 靈骨塔吧 靈骨塔應該可以買 除非爸爸媽媽有一兩百萬頭期款 然後你可以去買一間30年40年的 比較偏遠的 地方 就是可能800萬的房子 套房 加上爸爸媽媽給的頭期款200萬 就可以買 那如果你要買新的房子 就沒辦法那如果你要買 你可能要買比較偏啊 然後比較 不是說沒得買 我剛剛開玩笑不是說沒得買 只是頭期款的問題 可能要爸爸媽媽不然就你要存 個 存個幾年吧 喔存個幾年吧 你看現在自備要三成嗎 自備要30% 那你買一千萬的房子 自備30%嘛 那你家裡要不要裝潢 要嘛 那你要不要買洗衣機 冷氣機 對不對 總要吧 油漆粉刷 喔 那漢不浪漫我們算家具掛 簡易裝潢啦 簡易啦買個 小孩要死也名成 好不好隨便 喔 隨便家裡隨便弄一弄 100萬要不要要嘛 現在物價那麼貴 喔那頭期款 你買一個1000萬的房子 頭期款300萬 然後入住100萬 那手續費準備個30萬 喔那你要準備430萬 430萬 你要存430萬 好不好 然後你還要吃飯睡覺幹嘛嘛 所以就這樣新房子是沒辦法啦 那舊的房子的話你可能像林口這邊有 比較偏的啦不然就是那種公寓房子新北這邊 公寓可能1樓第5樓 5樓無電梯 頂樓加蓋 應該有機會不然就是比較偏的 台北市應該就 真的不難啦那如果是新北這邊桃園 蛋水嘛 舊的 就是你要選那種蛋黃 不是不是蛋黃區也不是蛋白區 是蛋殼區 兩坑你知道嗎 就是丟在邊邊那個蛋殼啊 蛋殼區啊 蛋殼兩坑啊 就是比較偏一點 喔然後1000萬內 喔然後就是 嘿 對然後要頭期款 那頭期款 等到你存到頭期款的時候呢 他又漲價了嘛 哎唷 文長 我10年 10年 喔然後很瘦這樣 我每天都吃白米飯 什麼都不吃也不交女朋友 而且我都去那個 那個 那個有WiFi的地方 我手機也沒有半網流 10年辛苦10年 他又漲了嘛 你存到了400萬他又漲了 是不是 有可憐嘛 他又漲了嘛 好不好 啊 那人生就是這樣嘛 那等到你 終於可以買了嘛 你可能已經4050歲了嘛 4050歲了你懂我意思嗎 4050歲之後 你又要花20年30年去背一個房呆 然後 到時候你結婚生了一個小孩 然後到時候你很老了你小孩整天打電動 看XX變打囉 不工作 然後你那時候無力反抗他揍你 爸要吃飯 然後揍你拿你退休金 然後偷你的皇子去賣 這就是你悲慘的一生 然後你兒子變富二代 只有一點點錢然後把你的皇子拿去賣 然後拿去抖內給你直播主 然後被你直播主騙錢就牽兩次手 然後你死不瞑目 那個劇本應該是不是這樣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